楚江南彻底掌控魔剑之后 武功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境界 竟然祭拜了柳生一剑 将柳生一剑打落悬崖生死不明 为了成为天下第一 楚江南找到了白云 与白云展开了生死较量 此时的白云缺少要守护的爱人 尚未练成有情之剑的最后一招离手剑 因此刚一交手便落入了下方 再加上魔剑的诡异红光 白云很快败下了阵来 眼见白云如此不堪一击 楚江南有些质得一满起来 嘲讽柳生一剑期待的人也不过如此 正当楚江南要了结白云之际 一阵脚步声从楚江南的身后传来 来人正是白云深爱着的小莲 小莲与白云四目相对满是爱意 白云的友情之剑瞬间圆满 整个人的气势以恐怖的速度增长 与楚江南相比毫不逊色 楚江南再次攻向了白云 白云轻松应对游刃有余 可他也不敢小触楚江南 使出了友情之剑的最后一招离手剑 离手剑像极了传说中的御剑术 可比起御剑术来又要逊色不少 他讲究人与剑若即若离 剑在手势凶悍直接 剑离手势或刺或掌或绕 诡异灵动让人防不胜防 即便是达到魔剑境界的楚江南 也被离手剑给狠狠压制 全身上下留下了大大小小的伤口 眼见自己落入了绝对下风 楚江南开始借助雷霆之力发起反击 白云心知挡不下这一剑 立刻施展轻弓躲避开来 随后使出了一个漂亮的回首套 成功击败了魔剑境界的楚江南 楚江南自以为摆脱了棋子的身份 没想到还是成为了白云的魔剑石 帮助白云练成了友情之剑 而这正是柳生一剑想要看到的 这一刻柳生一剑已经期待许久 他现身来到白云的身前 将白云看成是西域的燕北飞 变成友情之剑的白云 击败楚江南后自信到了极点 毫不犹豫答应了决斗 他相信只要小莲在他的身边 他就有着无穷无尽的战役 根本不用惧怕柳生一剑 反观小莲看似为白云高兴 实则更多的是担忧和愧疚 白云对他用情越深 小莲就越是不自然 白云杀死楚江南后 回到七星楼记败起了秦百川 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告诉给了陆颖峰两人 陆颖峰和李迈看出了 柳生一剑的用意 拿出秦百川的遗言 劝解白云 不要接受柳生一剑的挑战 白云执意要和柳生一剑决斗 带着小莲来到了天山雪岭 讲述起二十年前的过往 他认为燕北非有楚心如的帮助 可以击败二十年前的柳生一剑 他同样有小莲的帮助 为何不能击败二十年后的柳生一剑 不管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小莲 他白云都不可能会输 随着风雪不断地加大 白云带着小莲来到了一处山洞 正所谓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甘柴烈火一点吉然 本就深爱着对方的两人 慢慢地稳到了一起 此刻的小莲背叛了柳生一剑 爱上了与他朝夕相处的白云 柳生一剑陪的夫人又折兵 画面一转 小莲找到了柳生一剑 他知道此次比斗白云必败无疑 希望柳生一剑取胜以后 饶了白云不要取他性命 我的目的是想赢白云 我也不想杀死他 可是决斗是神圣的 要是双方都不可以全力以赴 就会失去战斗的精神 柳生大哥 我不能答应你不杀白云 可是我可以保证一件事 柳生一剑拿出了一只蚂蚱 是小莲与柳生一剑的定情信物 他答应击败白云以后 就带着小莲回到大漠 过着与世无争的二人世界 数个时辰后 白云应约来到了天山雪岭 他换上了燕北飞的打扮 要与柳生一剑进行生死决断 燕北飞 我终于等到 能再一次跟你决意高相 我已经输了一次 不会让自己再输第二次 初见吧